大少爷 一生之力 也不一定有结果 人死不能复生 你们杨家 就剩下你这么一只血败 你就不要留在这 是非之地了 人死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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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少长 少数女在吗 我听说她要受伤了 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 还是很痛 走路也不方便 这药酒是我从张太一那里拿来的 每天早晚帮她擦在受伤的地方 应该会好得快一点 可是她都跟你吵成那样了 这药酒她不会要的 那你就别跟她说是我给她的 我只希望她早日康复 没有别的意思 那好吧 谢谢你 那我先走了 嗯 她来干嘛 她听说少数女的腰受了伤 特意送来这个 腰给她治腰伤 她拿来的 少数女可用才怪的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她让我怎么说都行 只要少数女的伤好了就可以了 这样吧 让我给她拿进去 让我给她拿进去 嗯 没事了 你去忙吧 嗯 少数女 七巧 你来了 你徒乔你来啦 哎 你别动 你别动 听说你受了伤 我在御药房 弄了瓶药酒过来 这个很有效 你徒上很快就能好起来的 幸好有你在 不然我在宫中真不知道该怎么过 别傻了 我们虽然身份有别 但我们是朋友嘛 七巧 你对我的好 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一点点小事别放在心上 啊 来 我帮你擦药 麻烦你了 来 好 我不客气 脖子 赵子 好 你 哦 滚 你 嗯 还是一股要酒味 早知道就不咬这个功了 什么事只要沾上春花 准给我带来梅雨 可那个少卿自说 不会忘记我的好处 如果我要是能当上嫔妃 我才不伺候她 二姓公公 二姓 二姓 怎么又是你啊 你知道我干嘛 我知道我上次在兰方斋出现 你一定很生气 但我是无心的 那淑女她 根本就没有什么淑女 你的心思你的想法我都明白 我警告个我自己 以后你的事情我不会管她 哎呀你别这样 我知道是我不对 但是 但是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吗 被贵妃娘娘所弃的宫女 在后宫之中哪还有出头的日子 我可不想像吴恒店里面的那些 白发宫女一样 老死都没有人过问 那你想怎么样吗 在后宫当中 如果当不了太后妃子面前的红人 就生不了女官 可要是得到皇上的青睐 也许也能有出头的一天 既然女官御图 已被半贵妃斩断 那我 我只好出此下策了吗 哎呀你看 你就是想接近皇上 哎 二媳 二媳 你是我在宫中唯一的好友 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啊 你 你要这样吗 你对我的好我是知道的 但你是个小太监 我只是个小宫女 又能怎么样啊 二媳 你也不想 我没有出头的那天吧 求你了 就帮我这一次 可皇上怎么会看上你呢 我自有办法吸引他的注意 你只要告诉我 他的行踪就行了 二媳 就多帮我一次 我真的不想 默默无名地 老死在无恒店里 好吧 这是最后一次啊 嗯 二媳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哎 对了 那 这个 送给你 嗯 送给我啊 嗯 谢谢你 对我所做的一切 这个 啊 很 好可怜的花呀 好可怜 这人是谁呀 有病啊 好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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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 好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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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怜